没念大学会怎样 我是一个科学老师 我认识很多同学与家长 认识超过七八年的大友人在 有一天我碰到一位以前认识的家长 聊了以前的点点滴滴 非常开心 我顺口问了 同学现在念大几呢 家长回答了我一个让我惊讶的答案 他没念大学 我马上接着问 为什么呢 这位同学在国中毕业后 进入技职相关学校 念的是汽车相关专业 与他的兴趣非常符合 求学过程中 动手试做的机会相当多 每天上学 学到的知识都是他喜欢的 每天放学 回家马上检查家里的车子 还没毕业 就有一堆知名厂商找他去上班 而且薪水比一般听到的大学毕业生还高 仔细想想 大学能给的未必是他需要的 同学和爸妈商量的结果 决定先投入职场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 那同学现在过得好吗 家长又给我一个很棒的答案 他现在过得超好的 在车场中学以致用 发挥所长 在知名车场中学习 进步超快 不过在知名车场 一直修同一个牌子的汽车太无聊 于是他主动辞职 到一家小小二手车厂 想看看各种不同车子 让自己再进步 他想再超越自己 挑战更大的国际品牌 但进入国际品牌车厂 需要测验英文能力 这是同学这辈子 第一次主动想学英文 他现在学英文的动力 远比在学校强很多 听到这里 你可能忍不住会问 没有大学学历 未来升职会有瓶颈 没有体验大学生活 怎么算是年轻过 大学给你的人脉 未来也不会再有 我不是要叫大家 统统去就业 都不要念大学 我是希望大家 大学真的有你要的 再去念大学 大学不是大家都念 你就该去念 大学是你觉得要念 你才该去念 这位同学的选择 完全是自己决定 这位同学的未来 完全是自己负责 自己掌握的人生 是不是你想要的 了解自己需求 学习自己做主 跨越校园的江界 处处都是学习的校园